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总是为她着想 从小照顾她的哥哥 小的时候 她想学任何东西都能被满足 她想学画画 母亲就花钱给她报班 她想学钢琴 母亲每周都陪她去上课 她想学朗诵 哥哥陪她去比赛 正因为小的时候 她就在各种领域尝试 所以在初中的时候 刘燕子就已经确定了自己未来要走的道路 明确了自己未来的人生方向 在各种领域尝试的时候 她觉得阅读 写作是最能让她产生动力的事情 经常想着念着 其他的同学在写作文的时候总觉得痛苦 但是这在她看来是一种享受 她觉得能用笔写下自己的想法 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所以从初中开始 刘燕子就决定了 未来要成为一名小说家 那个时候 她每天写完作业之后 就是读书 每天都会再写一千字 刘燕子就这么慢慢地 一直坚持到了高中毕业 网络也发达了 她就把之前写的文章 全都发到网上 开始靠写小说赚钱 大二的时候 刘燕子就收到网络编辑的邀约 成为了一名签约写手 毕业之后 她也一直是靠写小说来赚钱 但是 这在婆婆刘北阿姨眼中 根本就不是一个正经工作 事后 婆婆也和她们住在一起 每天都在找各种麻烦 想让她换个工作 一开始 刘燕子假装听不见 但是后来 刘燕子选择离开这个家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刘燕子和老公吴子千 是在上学的时候就认识了 刘燕子第一次见吴子千 是在图书馆里 那时候刘燕子每天都要去图书馆 找一个角落 一坐就是一天 吴子千在班里算是学习成绩不错的 她其实不是一个很有天赋的人 但是非常努力 每天除了上课 就是在图书馆看书学习 刘燕子和吴子千的相遇 原因一次偶然 有一回 刘燕子经常坐的老位置有人 所以她就换了一个位置 刚好这个位置 就在吴子千经常坐的位置的对面 就这么两个人相遇了 就这么一眼 刘燕子就记住了她 从那之后 她的老位置换了地方 两个人有将近一个月 都是面对着面学习 终于 刘燕子鼓起勇气 给吴子千写了纸条 吴子千也刚好对她感兴趣 两个人就这么加了微信 没够多久就在一起了 吴子千的性格腼腆 内向 不怎么爱说话 刚好和外向 直接的刘燕子登对 毕业几年之后 两个人就决定结为夫妻 其实刘燕子对于结婚 是有过犹豫的 因为她发现 吴子千非常听她母亲的话 几乎不会反驳 即使她内心 并不是很想做某一件事 但那个时候 刘燕子只觉得 吴子千是孝顺 后来的后来 她才知道 事情并不像她想象中的 那么美好 婚后 刘北阿姨和儿子 儿媳住在一起 其实在儿子第一次 跟她介绍这个女生的时候 她还是非常满意的 小小年纪 就懂得自己挣钱 有独立的思维 但是唯一让她不满意的 就是儿媳的工作 她觉得在家的全职小说家 并不是一份正经的工作 一点也不体面 刘北阿姨 是一个强势惯了的人 顺她者昌 逆她者亡 小的时候 对吴子千严格要求 如果不听话 就棍棒教训 所以才让吴子千 有了现在的成绩 但这也让吴子千 变得没什么主见 面对母亲不敢反抗 完全顺从 刘北阿姨以前 只是知道儿媳刘燕 是在家里工作 但是这和真正看到 是不一样的 当她住进他们家 看到刘燕每天晚睡晚起 有时候大中午才起来 经常是凌晨才睡 特别生气 白天 刘燕也不做饭 他们两个人在家里 就像两个时空的人 没什么交集 刘燕一般早上起来 洗漱完就回房关上门 开始写东西 大概两三点的时候 点个外卖当早午饭 吃完了继续写 晚上九十点 再吃个夜宵 继续写到凌晨才休息 虽然刘燕子 经常到很晚才睡 但其实这并不影响吴子前休息 因为她每天加班回来 基本都要十点了 再稍微玩一会儿 就到凌晨了 所以小两口的作息很相似 但是这在刘北阿姨看来 就全是刘燕的问题 她觉得是因为刘燕睡得晚 所以自己儿子吴子前 才不能早睡 刘北阿姨好多次 跟刘燕聊这个问题 但刘燕都是跟她普及 这个职业的合理性 这时候 刘北阿姨就觉得 刘燕是在胡搅蛮缠 所以后来 刘北阿姨经常大早上起床 在客厅里跳广场舞 吴燕几乎每次都被吵醒 最后导致一天都情绪不佳 精神萎靡 一个星期后 吴燕实在是忍受不了了 就跟婆婆刘北阿姨理论 可两个人各有各的理 谁都说不过谁 晚上 刘燕子跟老公吴子前说这件事 她本以为丈夫会安慰她 或者能找到一种方式 解决她和婆婆之间的矛盾 可让她没想到的是 吴子谦居然说 燕子 你先搬出去吧 让妈消消气 我跟她好好说说 等过一段时间 你再搬回来 刘燕子此时才明白 丈夫所谓的孝顺 根本就是妈宝男 她完全不敢反抗 这让刘燕子非常失望 她在表面上答应了丈夫 离开了家 实际上 她决定再也不回来了 没过多久 吴子谦就后悔了 可是刘燕早已做了决定 无论吴子谦怎么说 她都无动于衷 吴子谦崩溃了 妻子出尔反尔 答应了回来 却一去不回 她痛苦地自言自语道 赶走容易 请回来难 都是我的错呀 婆媳之间有矛盾发生 尤其是一件 非常正常的事情 因为两个完全陌生的人 好的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请开启